如果那两个字没有争斗 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怎么说出口 也不过是分手 现在和朋友在一起 露台上烤羊肉串 感觉不错 34楼 头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莫克生 昨天和朋友一起喝酒 吃羊肉串 这个喝多了 晚上就在他们楼下睡的 但是早上起来 一打火 发现打不了火了 好像电瓶也有电 但是就是 打开钥匙门 再拧下去就没有反应了 我一会儿我看看是不是电瓶亏电了 也有这种情况 电瓶显示是有电 但是这个电力呢 不够启动的 但是我看这个情况又不像 不管怎么着吧 先用我们的移动电源给它充充电 充充电再说 就用这个移动电源 搞好了以后充20多分钟吧 应该就好了 这个东西我也是第一次用 打开 它这儿有个卡槽 对准的插进去拧一下 OK 这个也一样 OK 这样充了20多分钟 还是打不着火 我就怀疑是保险的事情了 根据它的图看 第一个就是保险 保险拔了以后一看 保险没事 看到吗 保险没事 再把保险插烧 看了吧 就这个东西 这东西啊 保险没烧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 也不用拔它来 就用手弹一弹 弹一弹 这个东西 打着火了 哎呦 他奶奶奶 经过这一番努力 终于啊 打二伙了 可以走了 这个车啊 应该说 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 平常呢 开起来 动力 各个方面啊 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由于 十年的车了 经常会出现 这样那样的小毛病 转参灯不亮了 那就电器老化了 换个电器器 就可以了 但总体而言 就说这些小毛病 都是我们自己 可以动手解决的 不过 有些朋友啊 问我 为什么不去西藏 新疆 特别是西藏 最近比较热啊 说年轻人都往那跑 我个人考虑是什么呢 现在西藏 它的这个基础条件 还并不是非常完善 很多地方可能不太适合 自驾游 我们会发现啊 有很多车友去了以后啊 车辆会出现 各种状况 我们自驾游呢 带的东西又多 它不会像有一些啊 就说 车坏了 扔了 就不要了 但然后 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说实话啊 车上这些东西啊 远远超过这个车的价值 你像这个面包车啊 虽然它没有什么 太大的毛病啊 不是发动机啊 大的方面 出现大问题 自己没有办法维修啊 但是呢 可能有时候啊 出现一些小的状况啊 嗯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 你又解决不了 你的车就动不了 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说如果是去西藏 新疆这种特别偏远的地方啊 尤其会经常经过无人区的话 还是要买一个 尽量比较可靠 车况比较好的车 然后这样的话去 心里才有底 才会有保障 所以呢 我还是决定 利用这个面包车 在一些这个 相对安全的一些区域 进行自驾 真正达普去西藏的话 一定要买一个 相对比较安全的车 去那里进行自驾游 这样的话就说 高高兴兴去 安全满意的回来 那么好 我们继续开拔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朋友们